偏好设定的制作 在Photoshop点编辑再往下拉 最下面这里有一个偏好设定 就可以依照个人不同的需求来做调整 一般软件都有这个啦 把它点起来一下 那点起来预设会进到这里来 那这边还有结的 这是它所有项目在这里 来,所以我们先点进来吧 点第一个一般 那点这里还可以再切到这里来 这里 背景色需要 比如说我希望比较灰 不要那么黑黑妈妈的 那预设是外观的主题啊 那这边可以瞄一下这里 Adobe的什么这个东西 自动开启新的文件什么的 这个都可以打勾 啊,步骤记录 工作阶段啊,什么这个在这里 储存到哪里,不要储存了 那界面就是画面上颜色 显示变形值啊,繁理中文啊 我们装的是中文版嘛 字体要不要再大一点 我们这中文已经够大了 它没有小的可以调 下一次启动才算数哦 这边特别清晰 啊,档案处理在这里 预设十分钟 它也会帮你做储存档案的地方 再看一下效能的地方 这个 点这里 来,我觉得老师 这个二十个玩不过瘾 你还记得吗 可以负用二十字 我这边我想改更多一点呢 可以到三十个 预设是二十个 听懂吗 那这步骤记录很开心 如果我做了前面 后面我觉得这样不好看 回复到上一个 但这个要考验你电脑 你电脑越好就可以弄越多 没关系 你不能拉到 老师我这样好不好 不好不好 你说的过程它帮你保留 表示电脑耗更多的系统资源 预设是二十个啦 如果说你觉得 我可能三十个比较合适 你可以把它改到三十来 这个来调 所以对我们来说 可能这个 我觉得这个步骤记录 回复是一个很棒的做法 透过这个偏好设定 这边你可以把它改成三十 那看到游标吧 游标 精准的游标做法 这个 绘图的时候要不要出现十字型的 打勾这个 全笔针的这个 笔键的时候 这个 看这里看这里 有没有看到一个加 这个 这个 打勾是这个 绘图的时候才出现 平常时候出现 那全尺寸的笔尖 我们正常笔尖在这里 全尺寸的笔尖在这里 当我把游标改成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全尺寸的笔尖 其他游标 譬如说我现在又点画笔了 你有看到这个圈圈就出来了 有看到这个吗 我们之前不是叫你改这个吗 这样 这个圈圈这么大 我刚刚在修脸孔的时候也一样啊 还记得刚刚在修脸孔 刚刚把修脸孔的图再开起来了 刚修脸孔是这张图 修脸孔 比尖的大小都看见了吧 我这样就比较轻的 这样是多大呢 你看见吗 哦 所以之前我看不到大小呢 这时候我把它调亮 再调亮一下看 再看一下调亮的效果在这里 哦 我就知道调亮现在是二二六三四太大了 那这样就好了 哎 调黑了 因为这手要哪一个啊 没有选好 把它调亮来 好来 我可以特别让它调亮 来 那这个在哪里 编辑的 编号设定 点这里进来 这边都可以特别切换 我们刚刚讲是游标啦 游标如果再调一些 也许你考虑用这个 叫全尺寸 笔尖 再调味方便一些些 那正常这边只看到一个十字点 我就在调的时候 就在感受到你那个圈圈到底多大 当你把它切成这个的时候 那其实Photoshop 它都有快速键可以切换 不过我要找一下 那快速键才太多了 不过这两个快速键切到 是还蛮方便的 OK吗 所以在这地方 等一下请各位先改一下 也许在这地方 我建议你这个 N度这边可以改成30个 那第二个地方 这游标地方 如果在描尾的时候 你想希望看到 我调的东西到底多大 请你把它改成全尺寸的笔尖 它就告诉你 一个外框或一个圈圈 像目前多大 那各位先试一下这两个地方 来在哪里 编辑的偏好设定